男人这三个行为会踩到女人的死穴 尤其是最后一个 这条视频我真的建议刷到的粉丝们 都转发给你们的另一半看看 第一 频繁和异性相处 不注重边界 他们总是有各种理由和异性见面 吃饭喝酒 今天要出去应酬 明天商学院同学聚会 玩飞盘 露营或者钓鱼 晚回家 甚至不回家 老婆有意见了 男人还总是说一句 我们没什么 你别小提大做 第二 总觉得别人家老婆好 而且还经常拉别人家老婆的优势和自己老婆比 以此来凸显自己的女人有多差 看到老王家的老婆年纪漂亮 就觉得自己吃亏了 娶了这么个黄脸婆 看到人家老刘家的老婆能干 就觉得自己没找好 找了个指挥花不会赚的宝妈 他们从来不会去想 人家老王给自己媳妇脸花了多少钱 也不会去想人家老刘家的孩子从来不用老婆操心 第三啊 发生什么都是女人的错 真的有一种男人不管发生什么 出了问题就是老婆的错 有了好事就是自己很能干 在他们心里女人就是干活的 而且这个活挺听自己的 不听就是错 听了没做好也是错 听了做了 但是出问题了还是错 甚至呢还会去埋怨啊 丈母娘家 说没交出一个好女儿 如果一个男人做了上面三种当中 任意一个或者三个都做了 那就说明这个家快要完完了 如果他一直在做 那这种男人就必须出局了